事實上這個全世界有19家在用 包括美國的電廠在用 在用這個這樣子的燃料棒 並不是表示說有很多 有些電廠在用就表示說 這幾個燃料棒不是最後僅存的庫存 上一次我看到報紙就這麼寫 說這個燃料棒是庫存賣不出去 好不容易就把它推銷給台灣 不要搖頭啊 我是看到報紙吧 我希望你能澄清一下 我想是不會是這樣子 不會啊 我提供這個資料給董事長 我相信你應該比我們更注意到報紙 有關台電的消息 你應該主動去查對不對 那接著下來我要想請教你 當時要準備在蘇澳設立火力發電廠 怎麼選上蘇澳的 我想我們所有這個火力發電廠 廠子的這個選擇呢 都是經過了我們有一個處叫電源開發處 那麼一方面呢也找了一些顧問公司呢 對於這個廠子的條件做一個各種條件 包括了它的這個地質 包括了它的這個附近的這個狀況 那麼做一個這個以及供電的平衡 這些各種條件來來來來 怎麼平衡法呢 宜蘭縣現在宜蘭縣現在所需所使用的電力多少 董事長你有沒有資料 我手上沒有宜蘭縣的資料 不過我想所謂的平衡是講整個台灣地區的平衡 我貴公司的高級高高階層人士 對不起我修正一下 貴公司的陳陳總經理啊 在幾年前曾經到宜蘭縣拜訪 他當面給我說啊 這個發電廠是為了要給宜蘭縣 要給宜蘭縣使用所以非蓋不可 另外呢因為宜蘭縣現在使用的電 通通是從北部地區過來的 這些高壓的輸電線 因為常常受到財工的侵襲啊 所以啊損害率非常高 所以需要在宜蘭縣當地蓋個發電廠 好那我我覺得這個話聽起來蠻有道理 但是我要向各位報告啊 台灣電力公司宿化火力發電廠 你們準備設置的容量高達五六百萬千瓦 宜蘭縣現在用電量不超過 只有三十萬千瓦左右 事實上所剩下來的電通通要往北部輸啊 那從台北到宜蘭要高壓鐵塔輸電 那蘇澳發的電有剩下四百多萬千瓦 是不是也要往北部或南部地區輸送 那這些高壓鐵塔是不是也怕颱風呢 我想我們在哪一個電廠 哪個地方來設立一個電廠 當然不僅是滿足當地的用電 因為事實上整個台灣區域呢 對不起啊我必須打岔啊 我希望我們長話短說了 那我相信我想你 剛剛我提的這個這幾個事實 我相信你聽起來你也會覺得過去陳總經理 啊說的這個話實在是很不也啊言之不成理啊 實在是一種非常著類的一種辯論技巧啊 啊我想我長話短說 台電我所知我所接到的我所接到的報告 台電為選定蘇澳火力 為選定蘇澳要做火力發電廠 主要是看重 因為蘇澳有個嘎啊 運進口煤炭啊 啊這個方便 第二個當時政府預計 六輕要準備設在啊 這個蘇澳跟五節的綠澤工業區 需要使用大量的電力 所以就看重了啊 這個在蘇澳地區設一個火力發電廠 那今天六輕啊台塑企業已經自然而退 當時選定蘇澳火力發電廠的兩個主要原因之一 已經消失掉了 那我要進一步說啊台電從台電的整個環境影響評估裡面啊 當時根本沒有針對台灣其他地方啊做一個替選的評估啊 我我願意再重複一遍啊 不管是我啊或者我們宜蘭縣的大部分的有事之事啊 我們都認為說大家要用電啊不應該反對啊設立發電廠 這個我們的共識啊請張董事長跟在座的台電公司的各位先生啊 不要不要把我們宜蘭人當作這麼沒有不可理喻啊 我們不是反對設立發電廠 但是我們反對台電公司這一種啊這樣子草率的決定 只因為蘇澳有個港運輸煤炭比較方便就選定蘇澳 只因為蘇澳要設一個六輕 未來給台塑企業提供用電的方便 就在蘇澳設一個五六百萬千瓦的這種大型發電廠 我覺得這個太草率 今天台灣電力公司啊 對不起我容我再多講一點 台灣電力公司如果真的啊 真的需要蓋發電廠 我覺得台灣電力台電本身有一個必須要先做 應該要就你們能源這個負載的管理加以檢討 我看到你們這個報告裡面啊 這個線路的損耗率高達百分之五點七啊 這個數據老實說我對這樣數據的正確性 我表示懷疑 我相信實際的損耗可能不止這一些 好我們姑且我們姑且相信你們的百分之五點七是正確的 我認為這個數這個損耗相當高 那事實上還有一些隱藏的損失啊 你們是密而不宣啊 今天台灣電力公司啊 這種啊這種啊 在電電能源的管理方面不良 所導致的這種損失啊 我相信啊大家也應該都心裡有數啊 那還有一點 今天台灣的產業結構實在大有問題啊 像我們宜蘭縣就有一個台灣塑膠公司的電時廠啊 像那一種低效率的產業 消耗台灣那麼多的能源 製造那麼便宜的東西 送這個很便宜的賣給外國人用 我覺得像類似這樣的低效率的產業啊 都應該淘汰啊 當然這個不是台灣電力公司本身能做得了主啊 但是在負載管理的加強方面 台電應該做而沒有做 我個人覺得沒有做 那台灣整個產業結構 應該要檢討 應該把這些耗損耗大量能源 而這個生產值產值很低的這些產業 要淘汰掉 如果兩個都做了 我相信我們台灣啊 這個用電啊是不是需要再增加 增加設立發電廠啊 恐怕就很值得再檢討了 那這樣子如果兩個都做了 而算出來說台灣還需要再擴建電廠 那我覺得台電公司第三步 應該要在台灣環島四周 選很多地點 然後找一個對台灣整體損害最小的地方來作為發電廠的長職 我們感到不服氣 為什麼不服氣呢 宜蘭縣的地形非常特殊啊 它像個蹦跡形啊 中央山漠到了宜蘭縣三個縣市交界的地方啊 剛好分叉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這個 像一個湖口啊 南洋平原的沖積山就在這個雪山山漠 中央山漠這個這個 枝末之間形成一個三角形的沖積山 南洋平原每年的東北激轟 到了碰到這個山 吹不過這個山漠就形成地形雨啊 所以宜蘭縣的雨量是台灣二十一個縣市裡面最高的 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說東北激風到了宜蘭縣就越不過東央山漠 通通在宜蘭縣下來 台灣電力公司蘇澳火力發電廠 將來這個煙囪所排出來的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將來的山雨通通要排在宜蘭縣 如果說這個發電廠設立在 西海岸或者東海岸的其他縣市 我相信這個損這個空氣污染 污染的空氣這種損這種 這種後果 是很多縣市來平均分擔 設在宜蘭縣的時候 我們就獨自要負擔 做一個宜蘭縣鮮明來說 我們感到很不服氣 第二點 台灣東北海岸 是台灣沿海地區 最大的一個監魚場 監魚 監魚 監魚跟鯨魚 監魚跟鯨魚 這個是台灣最大的一個 沿海地區最大的一個監魚場 跟鯨魚場 日本 在釣魚台 龜山島 這個龜山島 釣魚台 鵬家魚附近 日本每天都有幾百組的這個大型圍王在這邊作業 最近 這個河農兩個核電廠 這個深澳 火力發電廠 將來這個鹽寮再來一個核市場 蘇澳再來一個發電廠 會把台灣東北部 這個漁越之源最豐富的這個漁場斷送掉 所以說你們選地點了 我們現在不只是就我們宜蘭縣 本身的利益 我們要考到 考慮到全台灣整體的利益 今天核市場再設造鹽寮 然後火力發電廠再受到蘇澳 大概 就會把這個台灣東北海岸 這個海洋海洋生態最獨特的 漁越之源最豐富的這個一個整個附近海域 通通斷送掉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損失 所以我想時間不夠 我現在由我來講了 我希望台電不管要設核市場 不管要設蘇澳火力發電廠 我希望你們的環境想評估 應該有替選方案 而不是先選定了原料 先選定了蘇澳之後 再來補作一個環境想評估 來做一個交差了事的一種 這種善後之舉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扁墨導致的做法 今天如果說 台灣二十幾個縣市通通選了 事實上為了台灣台電要運煤進來 我覺得開一個煤炭的專用港 都沒有問題啊 今天經濟部 都同意為台樹的六青設一個專用港 甚至於把土地法所嚴格規定 禁止說海岸不得為 世人擁有的這個 基本法則啊 都要犧牲掉 都要在產業升級條例裡面 未來為台樹開了一個方便之棉啊 甚至於犧牲了一個一個土地 法規最基本的原則 台電自己要設一個煤炭專用港 有什麼問題呢 對一個煤炭專用港來說 對台電整個那麼大的投資 對首戰的比率根本微不足道 所以我希望這個核電廠跟火力發電廠 這個作業 我希望台電重新來做考慮 那如果說通通很多替選 很多地點做替選 選到最後 不得不選蘇澳跟核這個 啊這種原料 我反對原料作為 啊這個我反對核電啦 啊原料如果要發電 我是希望做火力發電 那將來我覺得呢 台電應該加強對這些地方 應該要做補上 啊你剛剛提到電源三把 事實上我我可以像張董事長 跟以及台電的各位這個先生報告啊 台電的這個好鄰居的政策 是宜蘭縣政府批出來的 當時宜蘭縣政府提出 也有提出這麼多條件 說如果發作發電廠 應該怎麼怎麼怎麼 應該選很多地方 如果再選很多地方 真的選上我們宜蘭縣 我們宜蘭縣認了 但是希望台 台電 就總投資額百分之十提出來給地方 讓縣政交給縣政府 讓縣政府有能力 來就這些受害區做補償性的建設 結果呢啊後來好鄰居的政策出來 啊百分之一百分之1.5 而且是給鄉鎮 給鄉鎮其實並不當 這個百分比我覺得也太低 那給鄉鎮不當我要來說 今天蘇澳火力發電廠設在蘇澳 這個煙囪高達可能超過兩百公尺高 煙囪所冒出來的這些流氧化氮 有流氧化碳 啊 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不是蘇澳受害啊 是全宜蘭縣十幾個鄉鎮 通通受害啊 甚至山區所下的酸魚可能最多 今天把大部分的錢 都給蘇澳政公所 我覺得不公平 應該給縣政府 讓縣政府做一個機動性的調整 啊另外 對不起我再佔一點時間 啊我個人認為說核能 核能發電萬萬 萬萬不可行啊 啊請啊這個慎重的評估啊 從長記憶 另外我有點有一個消息想提供給 啊這個張董事長 美國聯邦政府最近通過空氣清潔法 啊我在擔心 空氣清潔法通過之後啊 美國的一些高流煤 將來通通要塞到台灣來 將來通通送到這些第三世界的國家 透過政治的壓力 透過外交的手段 通通要讓讓台灣來承受啊 這些美國禁止使用的高流煤 啊這個情況非常嚴重 我希望台電將來呢 啊這個江市長在這裡 我希望你記住這件事情啊 啊美國聯邦空氣清潔法 最近剛剛通過啊 美國的煤 這些高流煤 勢必要另外找尋市場 我看台灣 大概又要變成美國 公害輸出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地方 啊這一點我希望啊 台電應該應該要要新 我們有一個不關 我們有一個不關